早上好,因为今天谈论的话,主要是中国的这个GDP的问题,我个人看法就是中国的这个GDP表面上超过了日本从未世界上第二的经济体,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这个GDP的话,跟美国人要是来比的话,就是大陆这边来比的话,我们存在还是很大的差距,不管是这个经济结构,这个教育以及科技水平来说的话,跟美国人跟美国的这个综合成绩来比的话,是可以说 还是没办法比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处于一种落字的地位,还有一个是刚才主持人我刚才也听到了,主持人林先生在提到的美国呢就是现在经济体,美国的经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就业问题,这个是确实的,因为我个人是工作主要是金融方面,美国的这前几个月的美国的就是每个月初要公布的美国飞龙数据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就适应率几乎将近都是徘徊在九点,九点大几的样子,就是一直没有,就是说适应率一直是相当的是比较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的话,这个美国政府它就是说,失业有时候它就是以人民币的汇率来压,压中国,因为中国的这个GDP的这个增长最主要的靠两块,一块就是出口,出口导向型的,因为我们的,对我们来说美国,欧洲还有日本,这三大体的话,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体,也就是所谓的贸易伙伴, 还有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就是这个GDP的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点几,中国的经济平均达到百分之八,好像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比美国呢要高,美国人低,中国人有点高兴,这是这样错的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就是GDP的主要的方向是因为出口,靠出口赚钱,这个贸易的生差,因为如果美国的经济不好的话,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也就是说美国的 喂,好像这个江苏赵先生的这个线路断了啊,接着刚才这个赵先生的这个话题,他是谈到就是说,假如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业一遇到问题,那么美国就会就人民币的价格问题向中国施压,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人民币价格的问题 关于人民币的价格,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奥巴马总统曾经讲过,北京很快就会自己意识到,低估人民币价格基于中国出口行业虚假的价格的优惠,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如果没记错的话,奥巴马总统讲过类似这样的话 在您看来,中国现在,或者说中国政府,有没有意识到现在真的是人为的压低了人民币的价格? 中国有没有意识到,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一样,意识到压低人民币的价格来促进自己出口这样的增长?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我看不到就是中国政府,他们这方面就是说认为把人民币低估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方面的任何这些证据 而且我认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就是说把中国政府认为他们把人民币低估是一个基本的经济措施和政策 而是为了保持它经济增长,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方面的策略 而且很多中国领导人做的这些讲话和声明的话 那么都表明人民币的汇率的控制的话,主要就是以推动中国的出口 因为中国的出口不仅仅是占GDP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 而且也对中国的失业率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中国失业率的增长是中国领导人非常害怕的 他们如果看到了大幅度的失业率的增长的话,他们就非常的恐惧 而且在这些中国经济数据中的话,我觉得失业率的话可能会有 还没有完全的表明出来,如果中国的失业率增长增高 因为中国的领导人明白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事情的话 就是成为一个前领导人 那么他们会采取任何方式和手段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所以鉴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应该指望中国政府会自动的调整他们的人民币的汇率 比如说有些就是领导人或者是中国某一个地方的领导人可能会对这个呢 持比较开明的或者是比较支持的这个态度 但是呢,而且央行里也表明了这方面的一些松动 但是人民币整个汇率的这个调整,就是有意义的这些调整的话 我觉得的话是非常难的 所以归根结底,就对中国领导人最重要是他们一直要保住自己的这个政权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通过把人民币压低 然后呢,就使得出口稳定 而且呢,要就是压低失业率 只有通过这个就是这个措施 他们还觉得自己的这个政权能够保住 现在接着您这个话题,我现在念一封电子邮件 是我们的一位观众发过来的 我们这位观众说,中国经济发展对老百姓没有带来实质的幸福 看看中国现在最底层的人们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要看表面的现象 中国经济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这显然是一句牢骚话 接着刚才人民币的话题 美国这边很多专家认为 中国把人民币的价格至少是人微的压低了40% 一直敦促中国要提高人民币的价格 一直是美国在敦促中国这样做 在几乎在每一个场合 美中两国的官员,高层的官员在见面的时候 可能都会谈到这个话题 现在在美国 有人提出来说 如果只是美国采取这样的单边的行动 可能不会很快的奏效 刚才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 中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们不承认人为的压低了人民币的价格 现在在美国有人提出来要采取多边的行动 比如说不要一对一的谈了 要,那我解读这个意思就是要联合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欧盟,比如说日本 联合向中国施压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建议 人民币升值真的就能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吗 我完全同意 当然了 如果世界其他的国家能够和美国联合起来 向中国施压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毫无疑问 多方的策略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应该比单方的策略有效 而且我要说明一点 有的听众 他们说的这个词 就用压力或者施压 比如说美国给中国施压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认为呢 就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没有施压或者是加压这个字 施压的话表示是什么 你采取行动来迫使对方来做出反应 或者是面对某种结构或是后果 但是呢 现在看来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这些行为 所以不应该称之为施压或是加压 然后你回头谈到这个多方策略的这个问题 其他的这些国家 就是很多时候呢 就是口头上 就是做出这个中国人民币会的批评 但是呢 却没有采取行动 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然后他们的这些就是 他们的这个表态 那么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只是口头上的就进行 就是批评 所以整个这个国际社会的话 那么并没有向前迈进一步 反而还退后了 对任何就是头脑公正 就是思维清晰的这些人士来说的话 就是国际的这个压力了 不能替代美国的压力 而且呢 我觉得美国压力可能会造成更多的 这个带来更多的这个国际压力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美国压力应该自己把握在自己的这个手里 我们一定要保证 就是说是我们应该就是更快的 更有效的 就是更有意义的 就采取更 采取行动啊 我们今天讨论这部分 还有差不多三四分钟的时间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我们再 快一点的接两三个电话 好 下一位是山东的观众 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山东周先生 专家 如果就是中国政府 想扩大中国的这个国内的需求 就是扩大内需 让民众就是消费的热情提高 这对中国的这个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没有好处 因为现在就是说 普通的居民收入都非常有限 会不会受益的只是一些外国的公司 还有本国的一些国营的那个大公司 就是结贫继负了 好 非常感谢 社中的周先生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对不起 打断 打断您 非常感谢您打电话 进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来接一位 江苏的观众 潘先生 潘先生你好 潘先生 专家好 我认为啊 这个人民币的增值跟贬值 与普通老百姓毫无关系 这个应该说这个人民币升值了 可以进口 进口货应该是便宜一些了 可是在国内不是这样子的 尝试 一样后 老百姓 还是来不及 好 谢谢江苏的潘先生 打电话您来 表达您的观点 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这个时间呢 留给我想问您 最后一个问题 也许是 奥巴马总统上任已经将近两年了 您如何评价奥巴马总统的经济上的政绩 我给他 打一个分之D 就是 差点不及格 ABCD的D级 即便他的这个 就是说 高深言论 那么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的话 仍然是和前任总统的话 没有多大的区别 然后呢 就进一步 扩大了 这个泡沫经济 而且呢 使得 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 也包括中国 都陷入更大的这个问题 我想表明一点 刚才这个听众所说的 在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而是普通民众的这个购买力 仍然是比较低 我觉得 你这个说的非常有理 这是 我觉得是非常在理的一点 因为 这揭露了 就表明了 就是中国领导层面对的一个 非常尖锐的困境 也就是从出口依存度 转移到拉大内需 就是在短期之内的话 肯定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这个代价 因为呢 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贫穷的 但是呢 这是所有这国家 也包括美国之类 都必须所做出的 这样一个牺牲 就是为了 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这个健康 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这些 当格采取行动 就是进一步的往后推的话 那么就会更重要 最后一个非常快的问题 30秒钟的时间 奥巴马总统现在各地讲话 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的措施 有人说他这是为了中期选举的需要 那他到底是为了选举 还是真的要解决经济问题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这个时间的问题 我们知道 离中期选举的话 也只有两个月的这个时间了 那么他过去的两年来做了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机的 我觉得很让人怀疑 对他来说的话 他时间已经不多了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实施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工商理事会的 托纳尔森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 积极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再次提醒各位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焦点对话节目 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模式是否需要改变 著名人士就焦点新闻展开辩论 在针锋相对中为您提供最新信息和温度 是不是一档专权 是不是垄断所有的 电视 广播 英特网同步播出 中国警匪勾结 官黑勾结的现象到底有多普遍 焦点对话 每周五晚上九点